今天咱们来到龙眼这里 这个品种的话是九龙 大家比较期待的 这个九龙的话 果碎也是比较散的 大家看一下 它今年的话做果粒也还算可以 也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些做果粒 也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九龙 这一棵树吧 今年第一次挂果 咱们嫁接了三年四年了 今年第一次挂果 有这个做果粒也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一棵树嫁接三四年的 你看恢复这个树形树冠了 还是可以的 还有它的挂果 分布也是比较均匀的 它那个果碎的 所以我们后面输花的话 输在顶上花就可以了 不用输枝条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做果是分布是比较均匀一点的 大家看到没有 它那个有剑剂 有剑剂这么半米四五十公分 所以它后面它做果 它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些做果粒 看到没有 我们前几天已经打药了 它这些有粉件 大家看一下 还是蛮不错的 它这个九龙龙眼 听说可以挂果一百天 我其实觉得挂果两个月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九龙 这个挂果粒这一串的话都有十粒了 所以说还是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叶子 叶子有点像我们这个储粮啊 但是它比较小一点 也有生粒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那种比较农历的农历型 这个就是九龙龙眼 今年的话有两棵树 今年两棵树都挂果了 今年一棵树挂果 今年两棵树 今年就可以尝一下这个九龙 还是比较期待的吧 因为今年是有疫情 有很多人住我们这里 然后他就来偷我们的龙眼 今年的话疫情放开了 就没有人住这边了 就不会有人来 不会有太多人来偷这么多了 到时候肯定会留有一点 我们留看能不能挂到两个月 看八七月成熟的话 留两个月到九月 大家看一下 做果粒还是蛮不错的 还是比较期待的吧 这个九龙龙眼 今天就先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